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桌 我好像好几天 这个视频开头都没有跟大家播报过天气了 然后今天感觉 我感觉啊 这哈尔滨又要下一场大雨 看不看到这个云山 太黑了 确实确实的 就感觉 你看现在啊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感觉有点像晚上六点多之后的那种 两度就感觉乌涂涂的 马上要黑天了 太阳下山了那种感觉 这片云山走得还挺快呢 嗖嗖嗖就过去了 没准没等下呢 这片云山已经过去了 然后咱们就开始亮天了 就晴天了 这场雨能不能下得下来 真是暴暑 我正在侧面这个小裤里 这个是侧面房主后来盖的这个小裤 在这里给大家做视频呢 一会儿等这个视频发完之后 咱们就去看看那边他们在忙什么 还好这场雨到现在还没下下来 还有天真大声 还好这场雨到现在还没下下来 要不然呢 咱这批板子就飞飞了 尤其还是那个石木椎叶板 沾一点水就要飘 看看这次要送来多少 可以啊 一下才两张呢 这又拉了一车石木椎叶板 估计是又有即将要来的 要来改车的朋友 想要那个纯石木风 要刷旗的那种 如果要是想刷旗的话 那个工期 工期一般要加上三到五天左右 反正刷旗的话是比较费劲 这次德邦小哥也来了 应该是那个库里那台 短轴中顶的V80 上面的沙门 后沙门到了 一会咱就应该是可以给他安上 咱这一天送货的不断的 看看 抬起扬板了 看着他肯累的 不累 那你加个小药一探气 我也以为你累的 事太多了 他得给卢哥回电话 咱打一半电话没搞 嗯 大坤上到边跟刘哥打电话 之前咱们不是录了好几期 推雅诺里面是那个 石木风的那个家具吗 就那个柜体吗 然后咱们别忘了 咱们库里还有一台 短轴中顶的V80 它也是这种石木柜体 也是非常漂亮的 看看 昨天大坤给他接电了 这个控制面板已经都整好了 看不见 非常的板板正正放在这块 下面应该是放一个 像是银水机的那种 然后上面是这种控制面板 然后里面上下都是橱贵 也是非常漂亮的 今天正赶上有点阴天 然后这个库里本来就有点黑 你把它露出来 效果肯定可能是没有在外面露出来的那么好 有点暗 但是大概的那个颜色效果啥的 基本上也能看得出来 看看 非常的漂亮 看看这就是它的抽拉厨房 非常的大吧 看 相当可以的 后面这块 这边还有就是两用的那个水龙头 下面是一个正常的家用家驶 家里驶的那个水龙头 一摆一罐一开一盒 然后上面是那个喷射是那个花洒 非常好 很实用感觉这样的 这个就是一直开着它洗个菜了 洗个手了的什么都很方便 这个就是从沙滩回来之后 你把它拽出来 然后喷喷脚了 虫虫这儿虫虫那儿都非常好 很方便 哎呀终于抓着大坤人影了 大坤啊 刚才进的那些板子 是不是也有那个车主要来做这样的 就是那个柜体啊 对啊 昨天有一个那个叔叔 跟着他儿子来的 他儿子应该是跟我娘娘差不多大 然后他们买的是图亚诺的 应该是 是常种不是家常种那款车 然后一开始咱们订的那个板材 是那个就是咱们在之前用的贴面板 我还看到咱们这个院里有两台车 是这个用石木板做的 他们决定也相种了 对 然后咱们还有几个磨盒 然后也需要那个板子 对你看爸正在那组装磨盒呢 所以说我刚才就进了点板子了 一起就多来点 省点运费嘛 对对对 你看这个车里这个 整的也差不多了 干活真是太难干 难干啊 大膜刷油 我看这个板子怎么动弹了一下 里面有人在干活 是吗 小凯在里面 进到柜里去干活了 你可以看看 那是不是有点憋气 我的天哪 太难为人了 这柜 小凯挺厉害 居然能进去 我的天 哎呀 这个上面那个纱窗安上了 对 安上了 好漂亮了 安上之后 这边还得配个什么 还没固定是不是 不是这个板子得换一下 这会有点算 然后现在是这个状态 哇 漂亮 喜不喜欢 太喜欢了 跟那个板颜色非常接近 然后你要是不用刹刷 就打开 挺带劲 瞅着非常敞了 这个就是 不做这个 后置分体床的好处 对 你要是做分体床 有的朋友 有的网友来了 车友来了 说那个大坤 后面想要一个带过道的 然后分体的床 然后上面再给我弄一个 这种刹刀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 我说那个 你一旦要是要这个分体床 我带过道的 你就安不了这个刹刀 对呀 那为啥呢 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 假如这块是个过道 上面是刹刀 我往过道一走 我脑挖刹刹刀 对呀 对 这块因为它就有矿的 它不是那种像脸似的那种 对 它有一个四方 这样大家就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说你要想要过道 就装不了这种 那个带矿的刹刀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这样的刹刀 反正各有各的好处吧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抽辣厨房吗 对 这个超级长啊 异常的大 看看 充分利用空间吗 嗯 它你抽出来 实际上好多地方也能储物 对呀 是一个道理 还有你自备的那些小饭盒啦 或者小锅刹啦 什么的都能放得下 看看空间是超级大 然后那个位置 是准备放那个煤气罐的 煤气罐应该是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高吧 但是咱中间可能会做一个糖板 然后底下可以是储物 上面是那个煤气罐 特别好这个 我感觉这个空间超级大 行了 这一期这台车就先看到这 然后我现在要去跟大坤 去做另一个车的收尾工作去 出发出发出发 看准备要按这个煤气罐供应价了 下期见吧朋友们 拜拜